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Jungle的MTV开发模式 以及Jungle的一个运行机制和原理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去学习Jungle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的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解到Jungle的UIL.py 这个模块的话呢 是UIL的一个分发器 那我们也常称之为路由配置文件 就是去配置一个UIL 这个文件它是整个 我们在处理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文件 那所有的请求在接收到之后 转发给某一个试图函数去处理 那都是由这个文件去完成的 它就好像是我们的UIL和函数之间的一个映射表 那这个文件的话呢 在我们的项目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会去加载它 去加载它 为什么这样去说哈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去找到相应的配置项 找到相应的配置项 好 是这个 Root下发现UIL comfort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去设置它的一个UIL的分发器 就是根的一个分发器 就最顶层的那个分发器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定义这个分发器的话呢 是hello下发现jango 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工程目录下面的UILs.py的这个模块 所以它能够去先加载到那个UIL的配置文件 OK 好 UIL的这个配置文件 它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第一的话呢 就是它的多种的配置方式 多种的配置方式 第二的话呢 是UIL的一个方法 就是UIL模式里面的几个参数的使用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在上次课程当中 其实已经讲到的一个include的函数 第四一个呢 是我们常见的一些UIL的一些写法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看这个代码之前 在看这个具体的知识点之前 我这地方呢 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什么改变呢 我现在用jango 用这个拍卡 用这个拍卡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好 用拍卡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好 大家可以去把你们的那个拍卡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去找到我的那个工程 好 找到我的那个工程代码 好 为什么要换成这个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编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经常用到 可能会经常用到 就是我们需要去查看它将过的原代码 就经常会跳来跳去 在做一些切换 所以最好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方便一点 好 进来之后呢 那大家第一件事情把这个代码加载进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是要在这个地方去 加载 去找到我们的那个虚拟环境 先把虚拟环境给 加载进来 我的虚拟环境是 也是放在我的工作目录下面的 所以我到工作目录下面呢 去找到我的这个虚拟环境 好 是这个路径 好 找到那个script下面的python.exe 找到之后 把我们的项目给加载进来 好 点击OK 好 点击OK之后呢 可能会它会有一个加载的过程 加载过程 那很快完成了 好 这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我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之后 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看得到 应该是能够看得到 它的 依赖库啊 全部应该会显示出来 但我这地方没有显示出来呢 可能是因为 我之前已经有导入过这个 啊 我之前 在准备的时候已经有导入过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的正确的路径应该是这个 应该这个 所以我把它再切换 把它切换成最初的这个啊 好 这就是我的那个虚拟环境的那个路径啊 重新把它再切换一下 切换之后啊 切换之后啊 你们正常的加载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 我 我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啊 可以看得到 好 那这样我就把它导入进来了 导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好 URL Patterns的两种形式啊 就我们去写的时候 两种形式 在URL.py里面呢 我们去定义 这个URL Patterns的时候 我们是用的一个列表的方式 对吧 默认是这种方式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 Patterns的方法 用这个Patterns的方法的话呢 也可以去实现 这个URL Patterns定义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这个的方法的话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啊 为什么是做一个了解就可以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不会用到它 这是一个过时的方法 但是呢 在将割1.9之前啊 这个方法还是算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方法 所以大家如果是 有用到其他的 将割版本的话呢 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代码 直接拷贝过来吧 拷贝过来 就是我可以通过 不用列表的方式 我用一个Patterns的方法 去定义 那这样它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这里的地方 用Patterns的方法之后 我这里的地方用的 也不是URL的方法 注意对不对 好 我这样定义好了之后的话呢 去启动我的服务 点这个三角形 绿色的三角形 那它就会把这个项目呢 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去刷新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是依然没有受到影响的 对吧 说明这个代码是可用的 那有一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启动服务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控制台里面 显示的一些信息 那它显示的这个信息 显示的这个信息 里面呢 就有说到 我们的这个Patterns的方法 是一个过时的方法 而且呢 在将过的1.10的版本当中呢 会被移除掉 所以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现在不是一个推荐的方法 但是呢 大家还是可以做一个了解 OK 好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两种形式 两种形式 我们推荐呢 就是用它默认的这种方式 默认的这种方式 列表的方式 然后里面有一个URL的函数 这种是推荐的 好 第二个点的话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URL的这个方法里面 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我们在之前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有用到这个 函数 URL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前面定义了一个正招表达式 后面呢 又定义了一个VU的函数 对吧 VU里面的函数 好 具体的这个可以对照着 它的一个参数列表去看 第一个参数是正招表达式 就是你的这个URL的正招表达式 第二个的话呢 是VU的函数 好 第三个呢 是传递的参数 这地方传递的参数 准确的说是传递给 试图函数 就是那个VU函数的参数 第四个是别名 也叫做命名空间 这个呢 是叫做前缀 好 前缀这几个参数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从哪里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哪里来 那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去了解到它的原代码 比如说我这地方 有一个URL的函数 我在这个地方 把鼠标放在它上面 点击Ctrl 然后点鼠标左键 那它就会快速的 跳到这个函数定义的位置 我们其实就会看到 这个函数的话 它其实是有定义五个参数 第一个是正招表达式 第二个呢 是唯右的对象 对吧 唯右的那个函数对象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参数 KW args的话 是一个参数的名字 参数名字 好 name 别名 还有一个前缀 对吧 前缀 当然这是它的原代码 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 OK 那这样去了解之后 这样去了解之后 我们可以 再了解一下 它后面的这几个参数 这几个参数 一个是 微右的第二个参数 它的微右的函数 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指定的是 指定的一个函数对象 对吧 Hello的函数对象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去 第二个参数 它也可以是一个 字符串的形式 它也可以是一个 字符串的形式 比如说 Hello 点 We use 点 Hello 好 这样也可以 好 这样也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行李发现了 我们这地方 用成字符串的形式 它也可以 好 原来是通过一个函数对象 对吧 写的函数对象 现在写成字符串 它也可以 好 也可以 那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写 字符串也可以 人家的方法是这样定义的 人家方法是这样定义的 你都会看到 它这个UIL函数 这个地方定义 会去判断 这个We use 是不是一个 10寸的类型 对吧 是一个10寸的类型 那它单独的去做了处理 对不对 好 好 然后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呢 是传递的 传递给 我们的We use 函数的 一个参数 就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定义 一些传递的参数 比如说我这地方是A 我传递一个A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A的值 假设是123 好 我这样子去定义它 好 这个参数呢 是对应着我们的 这个参数的位置 这样定义好了之后 我希望传递一个叫做 比如说A的一个参数 那这样传递过来的话 好 我去刷新 这个地方有页面 它就会报错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要求有一个A的参数 那但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你的We use里面呢 并没有去定义这个参数 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呢 去定义好这个参数 好 在我们的We use的这个函数里面 定义好这个参数 好 这个参数的值 我们可以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这个A的这个名字 它是必须和你这个地方传递的这个名字是一致的 不然的话 它是找不到这个变量的 好 这样改编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传递过来的值 我们也可以接收到 传递过来的值 我们就可以接收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值是123 我这地方呢 在We use函数 接收到这个值之后 把它打印出来 也是可以看到这个123的 对不对 OK 好 这是第三个参数 然后第四一个参数 第四一个参数的话呢 是一个使用的别名 这个别名的话 我们在后面模板使用的过程当中 还会讲到它 还会讲到它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 它是提供了一个命名空间 我们可以在调用UIL的时候 通过命名空间去调用 好 好 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再去跟大家详细的讲 好 当然你也可以去定义它 你也可以去定义它 这个别名 比如说叫Hello 对吧 好 Hello Hello的话呢 你定义好了之后 你定义好了之后 你在你的UIL使用的时候 你就要通过这个名字去调用 这个去调用 好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好 后面要结合到模板来讲 然后第四一个参数 第五一个参数呢 是前缀 前缀这个用的不多 前缀这个用的不多 好 前缀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把这个APP的名字 作为前缀放到这里面来 好 这Hello是APP的名字 对吧 我可以把它放到这里来 然后我在这前面的字符 穿上中呢 就不用再去写这个Hello 分区写这个Hello 这个呢 用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这样改变之后 我这个地方呢 是依然OK的 对吧 依然OK的 好 这是这个函数的几个参数的 一个使用 参数的使用 好 然后第三一个呢 就是UIL的分解器 那UIL的分解器的话呢 是使用到的 include的一个函数 include的这个函数 我们在上次课 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讲到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就不详细的去讲 不详细的去讲 这个分解器的一个作用 就是去解决 UIL过多的时候 我不能把所有的UIL 都写在一个文件里面 我让它做一个分解 分解到 对应的APP下面 这样的话呢 那个文件 它就不会有 很多的UIL 这样不论是从代码的维护 上面去讲 还是从我们的一个代码 书写的习惯上面去讲 这样的话 都更会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这是这个include 好 上次课的时候 有预留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admin这个模块 引入的时候 没有用include的这个分解器 没有用这个UIL的分解器 有的同学 之前在课程当中 就问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怎么去解决 这类似的问题 去理解 这类似的问题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它的原代码就明白了 好 怎么去看呢 我们去找到 我们的那个 引入admin的 那个地方的UIL 对吧 看这些我们 把鼠标放上去 按住键盘上的country 那这些都是可以点的 你想去了解哪个 就点它 比如我要像看一下 这个UIL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点过去 点过去之后 我其实发现这个UIL 它是一个方法 就是admin模块 下面的这个UIL 它其实是一个方法 对吧 是一个方法 所以它和我们 用的这个UIL 不一样 我们用的这个UIL 是一个模块 对吧 是一个PY的模块 好 我们这地方 include的是一个 UIL的模块进来 所以它这个地方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用include 不需要去用include OK 好 大家可以自己 多去看一下 分析一下 学会这种方式去分析 好 然后第四一个问题 第四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UIL 常见的写法 常见的写法 证则表达式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它需要去传递 证则表达式 这个证则表达式的写法 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 这个的话 比如说最常见的 那比如说我要去给它 限制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干嘛呢 这个数字是干嘛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单独的去定一个test的方法 好 在VU里面 test 好 同样呢 request print 好 我还是让它显示 这个模板吧 还是让它显示 这个模板 好 假设还是让它显示 这个模板 然后我在我的UIL里面呢 去定义 好 去定义我的这个 证则表达式 好 我直接把它拷贝过来吧 那我定义的这个路径 是这样子 好 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关联的 函数 那比如说是hello的 为右下面的 test方法 好 我暂时去定义好 好 当然这个地方 少了一个逗号 好 这样定义好了之后 好 这样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访问这个test 好 访问这个test 但这个test 它后面是不是还要求有一个参数啊 还要求有一个内容 好 这个内容呢 是必须是 必须是什么 两个两位数的数字 斜更低是代表数字 然后面的一个二呢 是代表是两 两个两位数的数 对不对 两位数的数字 好 但你如果是这样 你输入三位数的数字的时候 那它依旧会找不到这个UIL 对吧 它通过正则表达式 去限定这个UIL的一个写法 一个写法 好 这是这个 再比如说 好 再比如说 那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参数 传递的这个UIL的 UIL里面呢 去给它定一个参数 定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 通过这个P P的话是正则表达式里面的一个分组 分组的一种方式 那我给它指定一个参数名 指定一个参数名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假设是这样一种方式 假设是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呢 结果又会怎么样 结果又会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刷新页面 好 不行 没找到这个UIL 对吧 因为它还是要两个数字 我现在再给 好 再给 依旧不行 好 依旧不行 为什么不行 好 为什么不行 我看一下 是因为我这地方应该是少了那个 应该还少了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test 刚才忘加了 把这个test给它加上 好 再加上 好 加上这个时候呢 能够访问到这个UIL 但是报了一个错 报了一个错 那这个地方呢 它是告诉我的这个ID 没有找到 因为你在UIL里面定义了一个可变的参数 参数的名字叫做ID 但是呢 你在VU的这个 函数里面 并没有去接受这个ID 所以 我们要这样子 好 在我们的VU的函数里面 我们呢 去定义好这个ID的名字 好 定义好这个ID的名字 那我们可以把它print 接收到的这个值print出来看一下 好 然后再来刷新 再来刷新 好 页面没有问题 只是说没有数据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数据 是因为 我这个地方的这个代码 没有去写查询数据的这个代码 对吧 所以它没有数据出来 好 但是呢 在我们的这下面 好 好 这个地方太多了 把它 清空掉 然后重新刷新一次 好 在这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地方 这个ID 就是由UIL 好 由这个网页 传入的这个信息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被接收到了 对吧 接收到了 好 同样 同样 我们还可以定义多个的参数 多个的参数 好 把这个拷配过来 那定义多个的参数的话呢 定义的方法一样的 好 定义的方式是一样的 同样还是把它写到这地方 那比如说这个假设是test 好 test 依旧是test 好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是ID 第二个呢 是key 好 前面是两个数字 对吧 两位数 后面呢 是一个字符 字符呢 是一个或多个的字符 对不对 好 所以 那我这个地方的参数 传递的这个参数 发生变化了之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去接收的这个 值也发生变化 把这个key打出来看一下 好 重新再去刷新一下 好 重新再去刷新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传到这个ID 但是没传key 如果现在去刷新 肯定会报错 啊 报错 对吧 他没有找到这个页面 好 因为我这地方呢 他其实还传到第二个参数 对吧 第二个参数 好 好 所以去访问他 去访问他 那我这个地方就对应着的是那个key 这个呢 是对应着那个ID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我能够去通过UIL里面传入的这些UIL的值 好 我去获取到他传递过来的内容 传递过来的内容 好 这是常见的一些UIL正折表达式的一个写法 好 一个写法 那这个正折表达式的话呢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讲啊 比如说那个简易爬虫实战啊 里面有讲到过正折表达式 好 然后在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你们可以结合着去看一看 那这个UIL的正折表达式要怎么去写 然后他是非常灵活的 根据你写的正折表达式去定义你的UIL OK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 主要的内容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我这地方再提一点 区分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传递的这个参数 UIL里面定义的这种参数的形式 和在我们UIL的这个方法里面啊 就是第三个位置的这个参数 他们是有区别的 这种呢 这种呢 是一个可变的参数 就是可以根据用户 他调用的这个地址发生变化 而这种 他是一个固定的参数 固定的参数 就这个值 基本上是固定的 对吧 固定的 他不会跟着用户的变化而去变化 这个呢 是可以的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